歡迎收看賽馬娛樂新聞 上屆珠峰錦標民主川河達 他在香港跑了一場就退役 不過6月他已經回到澳洲 繼續他的競賽生涯 精神看來都不錯 連馬斯布列治為他安排了一課試集 最終大勝而會 未來10月他就會再次挑戰珠峰錦標 不知他可否成功為面 回到家鄉表現是不同的 星期日的兩位劇司王巴道和潘頓 在家人的支持下一樣跑出好成績 巴道的女兒在電視前面打氣 爸爸還立即起了個漂亮媽媽 老婆Eva當然要親自下廚 煮兩尾慶祝一下吧 哇這個蜜糖焗椰菜花拼杏仁 好像OK 等我都回去試一下 而潘頓的兒子早一天就搬定西瓜 回家和爸爸爺馬 還堅持不用人幫忙 最終潘頓也憑著包裝長城 和打鐵親熱贏得兩回 這兩位騎士都稱得上馬壇的男神 不過對比起這位的話 我想和他selfie多些 真是很感謝大家的口愛 我竟然可以製造到這個幻覺給大家 以為我是男神 很多人會對Gentlemen這個詞 就是要穿西裝 打球胎 但我自己覺得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內在的因素都很重要 首先我覺得是要溫柔 敏感身邊的人的需要 勇敢 健康 還有要 有品味 即是好像這次大會 他有個slogan 叫做 There is a gentleman in every man 背個人心裏面 都會有一個 Gentlemen的特質 是等待我們去發掘出來的 心得? 我自己 其實穿衣比較素色的 不可以說是心得 我想是習慣 我就比較喜歡 是Tuckin這樣穿衣 因為我覺得比例會好一點 有的有的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做運動 其實最近很流行 例如HIIT 我覺得很適合 他可能 20分鐘 30分鐘 你全身的肌肉 其實都能做到 在同時 他又連體能 我覺得很適合 都市人去玩 我覺得賽馬是一種 很優雅的活動 同時又很刺激 刺激就是因為 是一個競爭 但優雅的地方 我覺得 騎士怎樣跟馬匹配合 用甚麼技術 用甚麼策略 其實整件事是很優雅的 想見一下這位謙謙君子 就要等到10月17日 東方標行60周年 沙田錦標 時尚煲胎賽馬日才行 而下個賽日 也有好戲上演 就是星期五的國慶賽馬日 除了三級賽的國慶杯之外 當日還有 香港視像女高音 藝術家蕭凱恩小姐 以及本地著名 交激樂團的 擊鼓樂社的精彩演出 我也是不跟你說這麼多 上網預訂入場先 今集就和大家報料報到這裡 下集再說吧 拜拜